為了要有效關節地下水的使用 中法官若關水稅複雜作業 一定在9年底完成大標籤的作業 為了要付出水稅合法 廣府從今年開始 付出雷冠水稅合法出的水款 占對沒有申請地下水稅 未來中的進行經濟風騰 廣府水族處為民國一百零二年的時尊 後來農民中央會申請的地下水稅 進行申請定期 並且在9年底進行 完成學校涉大標籤的作業 在完成登記年後 廣府今天是早開記者會表示 將於為今年開始 為家中鄉的三個村開始起班 要求登記的農民 進行追進合法化的申請 而且三年一次 一次要農兩千塊的幾歲 今年度要辦你的水稅輔導合法化的作業 我們今年會先試辦 那試辦的一個鄉鎮 主要是在西州有三個村 那這個試辦的成果 然後我們在後續再做檢討 檢討看後續的一個辦理的一個方式 那今天主要是跟我們所有的農民 所有的民眾來報告就是說 我們縣政府會針對那個我們的水井 如果說在99年8月4號之前所著色的水井 那民眾可以有個機會來就地合法 那就地合法之後可以合法來使用我們的水權 那合法使用水權可以保障我們的一個用水的權益 那也可以那個我們對我們的整個一個地層下限有所防止 這是當初廣府要求農民定期最近的時尊 只有標示可以合得合法化 現在確實要求要收幾歲 而且三年要收一次 這也讓農民是真不滿 另外廣府有欺騙的嫌疑 將對農民的不滿 最主廚也標示 會跟水里數來交通 減照對農民的衝擊 新中華新聞白冰臨 中華蔡宏伯德